大家好,我是Ernest 對,沒錯,這一場就是看照片 然後看爽的 然後就會激起一點點 想要有一個衝動 然後想要去海外參加Conference的感覺 然後這一場是前一場的前傳 前一場我分享了一些關於植牙上面的 但其實這些植牙都奠基於 這些參加Conference的基礎 才有辦法回到職業生涯 或者工作上或跟客戶服務的時候 有一些內容 但剛剛主持人猜錯了 我是做工程的 但算有自修Marketing的東西 厲害厲害 那歡迎大家來到這個 國際開源導遊的一神鬼 然後來拋磚影域放放照片 讀讀大家 然後之後大家可以再回來這個 一神鬼來塗讀其他人 好 然後我是201 蠻早期的CostCup的 戰銷售組的 志工 這是2014 應該看得出來吧 2 0 1 4 對 對不起 好 那既然身為這個 銷售 前維銷售組的志工 就是這個銷售能力 應該還是有一個基本功 所以今天有 還是有找到乾爹 贊助這場議程 就是這個AWS 然後貼合這個 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們是要出海嘛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行李吊牌 很可愛的行李吊牌 好 所以等一下會出現那個QR Code 給大家掃描 好 但因為是乾爹準備的QR Code 所以 大家 多擔待 好 問題會比較多的意思 好 欸沒錄影嗎 就只有我自己錄 所以我自己可以把它 NUTE掉 好 那我本業是玩這個 健身器材相關的 這個就不是很重要 好 那也因為這個 玩了這些健身器材 而有 機會 去到 玩這些 藍牙相關的 工作討論 然後甚至 因為做了這些工作 而去參加 Conference 那像這一場 還蠻有趣的就是 在 我是參加Working Group的 Summit 然後在隔壁棚 就是 這個他們叫 Bluetooth Event 然後是Europe的這一場 那因為就在我的隔壁 欸哈囉哈囉 那但是他門票要收一千多歐元 我就寫信去問 就凡是你只要有寫信 有問就 有問有機會 好 那我就寫信問說 欸那 可以參加嗎 怎麼樣 我在隔壁開會 有沒有會員優惠什麼的 他就說 欸要不然我缺獎者 要不然你來講一場 我說喔 好喔 沒問題 反正最簡單的就是這種 Panel 有沒有 你是被動的 所以你不用準備 然後 不一定會叫到你啊 反正我是亞洲面孔 後來發現 啊 我 我 上了那個賊船 他們是誰好的 就每個人都有五分鐘 好 那我平常就寫一個小blog 就是寫這個拆解跟整合的事情 那 現在跑社群跑比較多 是AWS的這個community這邊 好 那這是我前一場整理出來說 依照這個時間技術發展的演進啊 然後我的職業啊 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參加的conference 但今天 30分鐘 所以我們就只挑 其中的這幾場 來 跟大家分享 那他也會一點點的順序 但是我想說 只看照片好像又太 太 太無聊 會 會睡著 不然要帶小朋友來 來玩 後來他們就說 爸爸我們會睡著 什麼時候 好好好沒關係 那所以我就稍微把它稍微 排了一下順序 那用講故事的方式 一點一點切開 抽出來 來分享 好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 什麼是conference 來開始好了 平常我們參加 最常見的就是這些 team session 然後像這個 這一次蠻特別的 這一位是 應該是那個JavaScript 做出JavaScript 這個language的 Brandon 然後 後面是他們Mozia以前的法務 那個Harry Anderson 或者 議程之外參加workshop 動手做一做 也不錯 然後 偶爾可以跟大神合照 這個是那個 1993年發明Linus的Linus 有沒有很老口 他就是Linus 柱姐起來這裡 欸欸欸欸 對就是這個聲音 感謝感謝 然後 他本來也是個Panel 然後下來之後 他就包圍了 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想說 我平常是 不喜歡 沒有特別想要去排這種隊 可是想說 不對啊 我玩這些東西的 源頭就是他欸 想說 好 我乖乖排隊 他也人蠻好的 都會聊個幾句這樣子 就覺得 哇 真的很親切 所以 也要跟他一樣 變得一個很親切的 這個技術推廣者 這樣 然後這是我的 另一位大神 這是我在玩那個 Bluetooth的 Low Energy的時候 然後有一本書 這本書的作者 他也是一個 我一直跟不上他思路的一個 一個大大 然後他是 Bass在英國倫敦 然後有一次 在阿姆斯特丹 遇到他 好 那這些照片就 像這個也是 參加Conference的時候 如果用另一個角度 來看的話 我們是先參加 參加完之後 可能覺得 欸很熱血 像我也是先參加 Cost Cup 我最早的時候 是幫我同學送早餐 然後送完早餐 就順便來了 好 然後來了之後 就被挖坑 然後就變成工作人員 好 有沒有很熟悉 如果當過工作人員的 應該都是這種坑 然後 後來我就做了 當年要跟 Gannoon Asia 三密合伴 所以那時候 缺一個外交官 因為Gannoon Asia 那邊用的都是英文 然後就好 那英文破破的 但我想練習 好 又舉手了 但這是沒有免費人門票 好 但是就進去玩玩看 然後玩完之後 就覺得 好像賣賣Cost Cup 把Cost Cup賣掉 好像也不錯 所以我就去接了銷售組 好 那接了銷售組 就要把Cost Cup賣掉 那最賺錢的 欸欸欸 這樣出來 只有我自己錄影 這個 譬如說Keynote 那有的贊助商想要Keynote 有的贊助商想要攤位等等的 好 那就可以在這裡練習一些 商業環境的這些 應對 應對 進退的事情 好 所以也有機會就邀到這個 AWS 好 的一個VP 好 那或者是這是Mozilla 那Mozilla在台灣有放一個 我們叫摩之公寮 在忠孝新生站那邊 那這一位是當時被實在法國的一位 Program的負責人 他就也被我們邀來 說他支持了這個摩之公寮的成立 然後讓我們在台北社群有一個開放討論的空間 那He Comes He Comes He Comes He 就當年在這個三樓的樓上 四樓 那大家就可以創造出很多有趣的conference 給大家來參加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好 那對我來說的conferencing 就是從世界各地來的各種領域的 參與者 然後到某一個地方集合 集合之後把這些idea或者感覺 或者新的知識 傳遞到自己回去的那個原來的地方 那這樣就會散出去 有些不管好的壞的idea就可以散出去 那散出去才有機會做交流 那接下來就會是剛剛介紹的what 接下來來看一點why好了 那今天簡單一點 我們看照片而已 所以先不管上面那個很麻煩 那個當工作人員的那個 我們今天只是要去吃吃喝喝而已 所以第一種我想到的最直觀的就是 我們先開始學 我去聽conference 我去聽semina 然後我想去聽一些session 所以我想去學一些新東西 比如說這是13年的時候去Mozziya Sammi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阿宅嘛 然後沒聽過什麼叫persona 那結果那裡頭有一整天的活動 都是在介紹當時Mozziya怎麼去 去survey跟研究跟最後定義 這個firefox的user的persona 他們把它分成這四種 六種type 而且都做成這個很可愛的這個小小徽章 給大家就可以別在那個包包上面 就蠻有趣的 好那這個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坐到講台的前面 講台的邊邊 就是音控台那邊 然後看起來是在做筆記還是幹嘛的 就是有的時候會坐在一些很奇怪 有可能是好像是我認 因為是panel的speaker 所以認識了講者 然後講者就幫我say了一個很神奇的位置 這個視野不錯啦 就拍照拍頭影片就拍得很清楚 好就可以學到一些新東西 那這是最直觀的學新東西 但學完之後呢 下一步可以幹嘛 好那對我來說就是 我想要把知識的這個knowledge node 跟下一個knowledge node連起來 或者是我要去到現場跟人 人跟人的那個連結 所以可能是知識上的 也可能是人際關係上面的 就像這種就比較像是 同事一起操作 我去參加了一個workshop 然後我看了他的一些介紹 然後他帶著我們做 那邊做的時候又邊有小組討論 所以我同時得到了知識上的這個連結收穫 那同事也多認識了兩個新朋友 所以我到後來我就比較喜歡參加這種小 好拐的 好大拐的就 就大拜拜 大拜拜OK 但是 不用花太多時間 就先去大拜拜 然後觀察一下 有沒有哪幾位是覺得 可以認識一下的新朋友 好然後再來會是 這個是比較像知識上的連結 好比如這是2017年在 我們來看一個前幾天的 一個在Open Source的Summit 在Blogger 那一次是我去參加比較偏 嵌入式系統的 所以就會看到這種 機器比較多的狀態 那裡頭也都是跑Linus 他就說他是embedded Linux 好那這一台 大家觀察一下 它的形狀有點像 車子裡面的那個車機 有沒有這個寬的很像是螢幕 前幾年一直缺貨 疫情之前就缺貨 但這是2017年就發生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個前幾天的新聞 我沒有要說哪一家 先不管他是執行長的真正的意思 還是中間 資訊傳遞的路上 被其他人揣摩的其他意思 但看起來他都在啊 執行長你怎麼了 好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有一些你的觀察 然後慢慢累加 疊加這些知識跟資訊 但你不能去了Conference 然後什麼都沒觀察到 你去了Conference 你要做一些觀察 做了這些觀察 回頭整理 那我最常整理的就是 大概兩類 一類就是照著時間排下來 如果有一個事情在後面發生 另一個事情沒有在前面發生 那他們可能沒有直接的關係 好所以時間性的這個關係 那另一個就是不同的領域維度 比如說他可能在化工領域發生這件事情 他在半導體的領域 他在web technology的領域 他在不同的領域發生了不同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交錯的發生 好所以這兩個思路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接下來 學的東西產生的連結 可能是知識的連結 人的連結 那最後可以跟下一個人分享的話 通常自己要先整理過有沒有 比如說你當家教老師 或者你當那個講者 你就會面臨一個情況 你要整理好再跟人家講 要不然就會是看一大堆照片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都說 把他看那些東西幹嘛 什麼之類的 好所以在 比如說這個是有一次去做 去當facilitator 哇這感覺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去海外conference 然後就直接跳過speaker 直接去玩這個facilitator 因為facilitator你自己的準備量 會比speaker還要多 speaker就是我在這邊批發 大家講完了 大家都不要問問題 然後我就走掉 這個speaker就很好當 但facilitator不是 你一上台你只能講五分鐘 今天的framework長這樣 大家開始操作 然後操作的時候大家就會問問題 這張這張這張 每一張你都要帶它 回到那一個session 原本的框架裡頭 所以facilitator全程就是燒腦的狀態 但也會 收獲跟獲利會蠻大的 好 那剛剛講的what 講了why 我們來看一下how 好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照片 哇 搭飛機啊 藍天白雲啊 這個好熱情的San Francisco 然後帶一下阿拉斯加航空 最近可以兌換新語的 那個里程 只要三萬麥就有單程商務商 好換起來 好 然後或者領很多的禮物啊 哇 怎麼這麼棒 好 再來還有去很神奇的地方吃飯 好 這是布拉格的音樂廳 然後我去的前幾天 我就路過音樂廳 想說欸 進去聽個那個歌劇 還是音樂的這個表演 然後最後一天的晚餐 他們就說上上上 上bus的車 然後那些大巴士就開開開開開到這裡 下車 然後我們就進了這種 幾百年的建築物裡面吃 好 所以這都是benefit 謝謝我老闆 好 但真實的情況是長這樣 比如說這個是 我去參加AWS的年度開發者大會 re-event 這是去年 所以我當週的行程是啪 我時區沒有調 調對 基本上就是閃在五天 所以一整個禮拜 我得要預先規劃好 我哪一天要去哪個飯店 好 然後我第一年去的時候傻傻的 我想說 從這一棟走去下一棟 啊不就過個馬路就好了 在台灣就是 三分鐘五分鐘就過去 但Las Vegas 大家回去看地圖 他們有那個人行道路橋 他為了要讓我們多消費 他就會繞路 所以明明我 那個牧師距離我在信義區 十分鐘可以到的地方 實際走的時候要走 三十到四十分鐘 然後進去之後 你還要穿越賭場 忍住誘惑 才能到達你的station room 所以這個 先預排你當天要走的行程 也是一個蠻累人的事情 好 那有的時候就偷懶 他有打直播 我就窩在房間看 省掉那個交通的時間 但他打直播我也沒辦法閒著 我就做筆記啊 然後什麼 那個療癒的東西也要先準備好 比如那個耳機啊 或者是熱茶 就先準備好 年紀大了喝點熱的 好 那再來怎麼參加研討會 好 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導遊 不是參加旅行團 好 所以像這個 我就會提 我通常會盡可能提早一兩天到 主要是調時差 就剛剛提到的年紀大了 好 那我就會 就還是去找一下小店啊什麼的 那比較沒人 然後也比較有座位 可以比較專心的處理這個schedule 通常conference都會放這些 算是他們的官網出來 會很方便的準備這些schedule 那大部分都是3到5天的這個分量 好 或者是 自己有參加對應的 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像我這一個是在 Mozilla參加了一個叫做 support Mozilla的project 叫Sumo 所以它就有點像那個 日本相撲的那個造型 好 然後就 各個國家的 program leader啊 或者是 其他相同project的人 我們就終於在 這個conference 互相遇到 好再來 這個很重要 千萬不要 反正沒錄音 不要傻傻的參加所有的議程 不要排滿滿 你可以排 但你中間要留空檔 跟你認識的新朋友 或者你看到的有趣的攤位 去做一些互動 就教室外有一片天 不是跑出去玩 我絕對沒有說我跑出去玩 好是這樣子這樣 去逛一下攤位 好像這是14年嗎 14年 14年那個時候 Bluetooth剛出來這種mash 所以像這家CSR 它就在一個 六層樓的樓梯 一個古堡 還是什麼的 然後它就擺這個燈 那藍牙 只能通訊十公尺 它就從一樓 慢慢點亮 它就跟隔壁的說 你點亮一下 然後你再跟後面的講 然後他們就這樣 從一樓點點點點點點上來 所以叫mash 好 所以14年就有這種東西了 好 所以 去到攤位會看到一些 媒體上 或者是YouTube上 不一定會看到的東西 那我的習慣是 有攤位我都會盡量 至少先去看 然後看的時候拍照 那有時間的話 就要聊 聊了會有很多 白紙黑字沒有寫的東西 鼓勵大家要聊 搞不好聊一聊 你就多了一個工作機會 或者聊一聊 你就多了一個案子可以做 好 然後再來還有 找吃的也很重要 好 像這個是 也是聊出來的 這個是 re-event的時候 mongodb他把當 那個飯店的某一個 很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地方 的酒吧 還是餐廳 他把它包下來了 包下來之後 他把它做成一個private launch 做mongodb那兩三天的客戶會議 或者是他們錄這種 自己的interview 或錄直播 然後他自己辦panel 他都有錄 然後 我就看到 欸是private的 然後看起來 弄得漂漂亮亮的 進去問問看 他們在幹嘛好了 然後一問之後 他就看到我的 背景上面 有那個hero的logo 他說欸你是hero 欸我們有送hero 這個all day pass 他說喔 有機會 所以我那幾天 原本都是 就是美國 都是冷的早餐 然後我就在這邊 拿到 有熱的早餐 可以在這裡吃 欸賺到了賺到了 然後還不用走很遠 還不用走很遠 就在自己的飯店的樓下 好 那這也是攤位 就在攤位上可以看到 有些是 大家還沒有聊到的project 可能他已經來擺攤了 然後去認識一下 這個project跟 哪個公司有關係 是哪個公司長出來的 這些 背後的關係 然後人跟人的關係 就又回到剛剛說的那個 連結 這也是我去廠刊的時候 我都會提早一兩天到 然後我就先試走一下 飯店到這個conference的距離 然後就看到 欸怎麼一個 我認識的logo 然後放在外面 然後沒想到 他就是一個攤位 但如果我只在裡面逛逛逛 我就不會想到外面還有一個攤位 對 那這個也就很有賣點 他就真的是在賣container 那就運了一個container 有沒有 container lab 很猛很猛 他裡面是弄成一個小 小電腦教室 然後讓你可以操作一些lab的東西 好 然後再來是我的習慣 後來這幾年的習慣是 帶著要解鎖的任務去 就可能是我自己 在寫程式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專案上遇到的問題 客戶遇到的問題 客戶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我會帶著問題去參加 然後找攤位逛攤位的時候 我就試著問問看 可能他知道 可能他不知道 那沒關係 反正有問有機會 你看我一問 就有三天的熱早餐 好 那像這個是 欸我把這個傳下去 給你們玩玩一下 這一顆我今天有把它帶來 這一顆 好 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它是一個小的 晶片 那我那時候 剛進 剛進這個領域 還不熟什麼是藍牙 什麼是晶片 什麼是模組 好 你看晶片這麼小 然後模組 模組就看起來比較大 好 那等等的 那剛好那一場 conference有一個叫 speed 不是dating 是net walking 好 花錢 花錢去了還是 還是認真一點 好 然後去了之後 可以一次認識十幾家供應商 那你只要一個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 那你可以認識十幾家供應商 平常你找他來 他都不一定會來的 所以這種就當然去啊 好那就去了 我就每一家都問 有沒有 這家是TDK 這家是什麼 Dialog 然後Panasonic 好 就每一家都可以問 然後問完之後 我就大概有個底了嗎 因為每個人跟我講的 八成 87分像 好 那應該什麼是晶片 跟什麼是模組 應該就長這樣了 然後價錢大概多少 也大概都知道了 好 所以鼓勵大家去攤位上面玩玩看 特別是 如果大家 跟我一樣是處在比較中小企業的話 我就會去逛小攤位 OK 小攤位很多寶藏可以挖 好 那這也是帶著目的興趣的 因為我們是做健身器材 大台的IoT 那我遇不到其他小的IoT的那些問題 小的IoT都會問說 我要省電 我要尺寸要越小越好 但我是一整台跑步機 我要連上網路 或我要連上藍牙 然後 所以我每次都會跟供應商說 我就接電啦 我不用省電 那你賣我那個貴的不用 你給我便宜的就好 好 那我就去找這種 像這個是離岸風機 有沒有 在海邊插一根 然後轉轉轉就可以發電了這個東西 那它的設備的IoT的情境 就離我比較近 因為它也很大台 它比我還大台 然後我們的腳踏車跟它的邏輯也很像 它轉轉轉會發電 然後我們那個也是踩踩踩會發電 所以這個邏輯很像 都是那個電磁鐵 好 再來是 嘗試各種的互動形式 我覺得這幾年比較 大家比較能接受 但在十年前的 我們的那個年代 或者老師的那個年代 大家就會是 都在 坐在下面聽 然後 像這樣 就是說坐在下面聽 有的會爆滿 好 然後聽到一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 在那邊就會看到 我們原本以為 Boach就是賣什麼 烤箱的啦 那個 那個 洗碗機啊 但其實他們也有 研究這些 車載的 的事情 或者是這種 開放型的討論 然後或者是這種Panel Warsha 這個 今天 這次的Cost Cup好像也有 就有一區 你可以自己 帶你的題目進去做 然後有 有可能旁邊 一起進來做的人 就會跟你 你會遇到跟你做 類似題目的 的這些 新朋友 好 吃飯時間也很重要 吃飯時間 好 你做人 你旁邊可能就多認識一個 新朋友 然後因為吃飯時間 他不會跑掉 所以你可以聊個 好 有好處也有壞處 壞處是你也跑不掉 好 有機會認識到一個 新朋友 然後你是有 算是聊久一點的 所以在後續要follow up 就比較有機會 好 這個休息區 好 拿一些東西 好 那 年紀大了還是會這個 這個 隕石均衡一下 所以 吃吃這個 水果 然後還是會去吃一點 這個 in and out的薯條 好 那其實 這個放大的就是 希望大家去 一些交移的空間 有些人就睡不著 反正大家都在調時差 那你就可以去做 互動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在荷蘭 喝到的很好喝的飲料 就是如果你路過荷蘭的話 去找這個 這個 Bitter Lemon 苦的檸檬 好 或者去吃這個 墨西哥版本的滷肉飯 反正我出菜 我就盡量都在吃這個 墨西哥菜 好 然後 你的那個 conference agenda 你都做功課了嘛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 翻譯一下 做點功課也是很合理的 好 這樣你才不會 吃到 吃到你不想吃的 這個東西 好 好 好 那 待會大家可以 問一點問題 然後我後面也有準備一些問題 然後這個是乾爹版的 乾爹版的那個QR Code 所以大家可以 問問題的同時可以先來填寫這個乾爹的問題 謝謝乾爹 然後這場不是他們贊助的 可是他們沒有 我是前幾天才跟他們講說 欸你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竊合主題的這個 海外 海外旅行的 他說有有有 我們有這個行李吊牌 好 所以等一下就 憑那個 你填完的那個畫面 然後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在這裡拿一個 好 都掃描了 那我就繼續 繼續走 然後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隨時 打斷我 好 所以我今天 預想了幾個 可能的問題 比如說 為什麼想要參加這些海外的研討會 那 對我自己來說就是 我想知道 外面別人那邊 有沒有發生了哪些事情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讓其他人 知道我們在台灣 發生了哪些事情 或者我們在這個產業發生了哪些事情 第三個是我也希望讓 不是技術人的朋友 或同事 他們也有機會來參與 開源的專案 那這樣就可以有更多人 用他們的專業來一起參與 好 比如說 技術人可能一開始不會想到說 我做完這個產品之後 我後面怎麼去 交到更多的使用者手上 更多的開發者手上 那也許就需要 Marketing的人 或者是Sales的人 他們的專業 協助我們來梳理這些思路 那你也可以有 你自己的答案跟選擇 好 那 第二題可能就比較簡單 我覺得現在的 大家應該很會找資料了 那 也會有那種 ChatGPT這種 答案不一定準確的 但有各種找資料的方法了 那我 我通常都是一言不合 就先直接參加一場研討會 然後到現場再跟人家聊天 然後再決定下一場去哪裡 然後 為什麼要依照地點地區來找呢 因為我都要找那種順路路過的 就比如說我要去那邊開會 好 那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 你再贊助我半張機票 我就可以繞去哪裡哪裡 幫你帶一點什麼什麼消息回來 好不好 好 就是順路經過的 喔 這裡就要提了 籌措旅費 好 用 用 用老闆的想法去想 然後就會順便順路 好 那你就 你的機票就有了 好 那 但基本上還是要回到第一點 就是 你要先想清楚 你為什麼要去那邊 你可以幫你自己 幫你的團隊 幫你的產品 幫你的老闆 幫你的客戶 帶來哪些目的 好 要確定喔 要想好 你想好 別人問你為什麼要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對打如流 那 稍早在另一個議程軌 好像也有介紹 OCEF的一些 海外參與的補助 也可以觀察一下OCEF 好 那這是我之前整理給 AWS User Group的投影片 就是 那個時候大家在討論說 為什麼要去實體參加活動 或者是我remote參加就好啦 好 那 我就列出 喔 有這麼多的事情可以做 好 那 大家可以快速的把它拍起來 然後回去就可以把它做 做成你的分析表 然後分析給你的老闆聽 說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你看人家都去了 好 有去成功的話 我們就機場約一團 或者是我們到那邊約一團 一起去吃那個TACO 好 那我是把它做個簡化 就基本上 去現場跟在remote 很大一部分就是 人跟人的連結會多出來 然後 另一個是 你看我剛剛行程表 可以排很滿 所以我可以很專心的 那一個禮拜 先跟我的團隊預告 跟我的客戶預告 我那個禮拜會消失不見 因為我要幫你們明年 帶一些東西回來 所以我可以很專心的 那個禮拜都在想 或者在吸收 現場的一些資訊 好 但你累積了這麼多資訊 要怎麼回來 對我來說就是 我先想好 我回來之後 我要去哪裡分享 好 比如說你現在就可以先想 明年如果我想 明年如果你想 分享一場Cost Cup的這個議程 好 在這個議程櫃 那所以你今天回去 就開始找一場 海外的conference 然後就開始籌錯旅費 然後就想 好 我明年要講的那一場 30分鐘我要分享什麼時候 所以你去到現場 conference的現場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了 所以我是運用這個 Amazon的這個 Walking Backward 我從最後面一年後 我要上台分享 然後我們慢慢的回推 我現在在幹嘛 OK 所以像我的 我每年去Re-Event 我都會分享 Re-Event的那三四場 Keynote的筆記 好 所以那是我其中一個目的 所以我就會 在這一年裡面去想 我怎麼樣寫的筆記 寫得比去年好 或者寫得比去年有結構 或者寫得比去年快 那這樣我就有一個目的寫 我就會喜歡去衝衝看 去挑戰看看 好 再來 這也是很像的題目 參加了這個研討會之後 對我來說就是 各式各樣的連結 然後想辦法來做建立 好 所以這是剛才提到的兩點 知識上的連結 還有人與人的連結 人與人的就很容易斷掉 所以對方也可以不理我們 但是有事有機會 搞不好明年又有三天的熱早餐可以吃 但是也可能他離職了 然後就沒了 對 好 所以這是今天準備的內容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可以在現場再交流 或者我們也可以出發去聽 很搞笑的閃電講 好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來 請說 因為我們在這個介紹裡面 有講到就是 關於 關於英文這件事情 其實一開始也有講到說 可能一開始覺得自己的英文 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才要嘗試去 就是接有一些活動練習 那這中間其實我也想問說 那 有沒有什麼資源是你中間發現說 其實用來練英文 還有其他可能管道可以練習 或是有沒有自己嘗試過 哪些資源可以練習這樣 謝謝 我覺得不會直接推薦阿滴英文 雖然他的阿滴日常還蠻好看的 好 對我自己來說 我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會把時間放長 我不是明年就一定要去 或後年就一定要去 我就放十年 但是我也可以 明年就開始去 就算我英文不好的狀態下 我就先去 因為我去了才知道 我需要講 我在哪些情境下 需要用到英文 好 那也許大部分的時候 鼻手畫腳 或者翻譯記憶可以搞定 然後後面你就會 知道那個情境之後 你知道情境 你再回推 你在學習英文的方向就會縮小 你的時間就節省下來 那第二個 我覺得很好用的就是 任何一種工具 你看完之後 比如說YouTube的課程 或者任何一個課程 看完之後 我自己最好用的 我是覺得叫做自言自語 然後你要把自言自語 換成英文 然後直到你講夢話 也是用英文講夢話 那你就是滲透了 對 好這是 所以我的自言自語 譬如說 我自己在準備東西 準備簡報 或者在準備公司的一些文件 或者我要講給我的同事聽 之前 我會先用英文講一次給我自己聽 這是其中一種練習的方式 那資源 我回去列幾個 然後 我們再交流 或者我再貼一些 在我的blog上面 這樣子 還有沒有其他 想說因為你已經參加研討會十年了嘛 那剛好中間有幾年是疫情的關係 那我覺得 我比較好奇說 你自己的觀察就是 疫情前你參加實體的研討會 跟疫情之後參加實體研討會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一下喔 努力的找不一樣的地方 我自己變得不一樣 以前剛開始飛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機場會廣播 說最近比如說非洲哪裡哪裡 有什麼奇怪的病種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嗯 好像不干我的事 然後就所以 也沒有做那些衛生上的防護措施 但現在就會比較 比較注重 到了哪裡 像我的背包上面 就一定會 會有一個小罐子 是那個酒精茶室的什麼的 所以自己的變化比較大 我覺得別人好像 好像還好 然後另外是那個點餐 也都是 開始QR Code 所以 最 好 我想到一個 人跟人的距離 我覺得變遠了 就大家為了那個 為了 比如說 機場會多的隔板 或者在Conference吃飯的地方 他們多少還是會多增加 疫情之間增加的那個隔板 還沒拿掉 所以 人跟人 原本你可以坐下來 然後跟隔壁聊個天的 那個不見了 對 我覺得 但其他 因為他們的民族性跟文化 歐美人沒有變 所以民族性的部分 我覺得是 是沒有改變的 我看你最近也開始飛了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那個 你是怎麼從工程師跨到 有去學一些行銷的東西 因為感覺要出去研討會認識人 其實某種程度是要 promote自己 才會讓人家認識你 所以你是不是也有在這方面下一點功夫 謝謝 先回答你前面那個問題 我還是導過來的 我的導過來的意思是 我是先學了 不算 我是工程Background 我從小就是玩電腦的 我爸是做自動控制的 然後所以我從小就在玩那個單晶片 然後去控制我們家的電風扇 然後幾天幾分把它關掉 那Marketing是有興趣 因為我的興趣算比較廣泛 比較專精 但是 我不排斥 比如說聽聽音樂會 然後 然後看看比較人文的書籍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 我的好朋友 就是拉我進來 送早餐的那一位 他有一天在讀那個 Cattler的Marketing 那個聖經 然後他說 他一個人讀很無聊 湊一個讀書會好了 那我們兩個就湊一個讀書會 那我們那個湊讀書會 一方面想要測試 一方面要讀那個書 二方面想要測試 遠距離 那個時候是Skype的那個年代 遠距離通訊能不能建立人跟人之間的protocol 因為那個時候訊號不好 然後第三個想要測試怎麼做筆記 然後做完的筆記可以跟對方交流 所以我比較像是多層次的疊疊疊疊疊 到最後 剛好可以用在conference上面 也可以用在我的工作上面 但我忘了第二題了 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應該說第二問題應該跟第一題有點像 就是你是怎麼用Marketing的這種技巧 去跟人家promote自己 我發現最後的知識會融合在一起 那這個融合來自於 我們自己要做一些整理 比如說我整理我的PHP的東西 我去整理我學AWS的東西 我去學了Marketing的東西 我去學了怎麼提高生產力的東西 可是就有點像那個 條條大陸通羅嘛 所以有些東西會共通 那共通的我就可以抓出來做 類似小的自己用的framework 我覺得可能有回答到一點點 然後回去你可以查一個 我好像要放這裡 我今年剛好有 這裡超多的 後面都是照片 大家回去看 我應該放在最後 這個 我今年寫了一個這個 個人知識系統的作業流程 那這是當年我覺得 我腦袋很混亂 我很喜歡學 我很享受知識進來的那個過程 但是我很不享受知識 在我的腦袋裡面卡住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想說那我一定要想辦法去整理一下 所以今年過年的那個禮拜 就開始寫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會後再交流 我覺得這個會蠻有趣的 會讓大家的工作效率提升 剛剛有一位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再參加總訪問 或當 聽眾是參與者 可能大家是兩者 因為兩個小時候有商務 也很差異 然後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 雖然說一開始 他一定是 發現說 原來有這個conference 然後這個號碼不參加 但有時候進去的時候 會覺得那一群人 有他們的文化或語言或什麼 就是 那你確定是因為 我覺得 你的後面怎麼保持 那種 是怎麼 更容易那一個 嗯嗯嗯 你不知道他們是一個可能 對 OK OK 第二個比較好解決 第二個就是興趣 如果有共通的興趣 就 他也好保持 我們也好保持 我們可能 同一個興趣 所以做做做做做 欸 我想到問題 我就想到他 然後就會有交流 問問題是一個好交流 像 就算隔壁的同事 他不來問你問題 但你時不時還是會念他 那你們就沒有交流嘛 所以交流 我覺得就是有共同的興趣 那第一題 第一題比較像是 做會眾的時候可以放空 那放空就會回到 比較自己的那個部分 比如說有比較多自己的時間 但是做講者的時候 比如說你為了 讓你自己在台上 有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所以你前面可能有30分鐘 或一個小時的session 你是不能參加的 你要一直在回想 你待會要分享的那個東西 然後準備好 然後上去 有一個 可能實踐上會被剝奪掉 那以準備上來說 我覺得這兩者的出發點 是一致的 就是我是為了解決問題 而去的 但我當講者的時候 我想解決的問題是 我想讓某個知識 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所以更多人 在不同的領域知道之後 他們還會再往後傳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一起解決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不會是我們自己在那邊解決問題 所以這是我覺得當講者的好處 可以傳播資訊出去 那當聽眾我也覺得蠻好的 當聽眾因為時間很自由 所以可以比較多的場外互動的時間 比如說我就會有時間逛完全部的檔位 但如果那一個禮拜 在AWS的Revent 我有一天要當講者的話 我就會一直在準備那一場 所以我都會蠻希望 我的Session排在第一天 排在第一天我就可以 嘿嘿 你還沒講齁 好 欸 結束 那我給你問一下 就是示範的時候 大家在旁邊的人 要一起開玩 Bongju 你好 吃飽沒 所以就簡單的介紹打個招呼說 你從哪裡來 然後 欸 你是什麼領域的 我是什麼領域的 就先從大的開始聊 那 不聊工作也沒關係 你可以聊聊在地的食物啊 或者是 我們這裡跟哪裡不一樣 那 試著找一些交集點 然後再去切 像有一次我是 在一個茶會還是晚宴 然後遇到了一位 他會在C1區的工程師 他是做Open Source的 那他在ARM裡面做Open Source 那跟他聊聊聊 就發現 欸 他跟我有一樣的經驗 都是做潛入式系統 然後最後他才去做ARM的這個架構 然後他最後又把這個ARM的架構做在AWS上面 所以就發現 欸 有好多個點可以連起來 那我的問法就是我先亂問 然後遇到有一區有種 我就慢慢在細聊這邊 那就埋下了一些梗 是 離開會場之後 還有辦法再跟他聯繫 然後現在 算是很方便是 大家要先準備好Twitter跟LinkedIn 如果是海外的活動的話 這兩個很好用 Open Source的人 應該Twitter還大部分都有 那如果是公司派的 可能就是LinkedIn會比較好用 您參加這些Conference啊 是怎麼 老闆怎麼 怎麼有辦法讓老闆準假 如果說 你是怎麼喬出來的 然後有時候可能還有人 帶領你的工作 這是一個好問題 欸 這可能要回到前一場 沒有 要有很多事先的鋪陳 那這個事先的鋪陳 基本上對我來說就是資源交換 所以我會想辦法先跟老闆換好東西 換好東西的意思是 我要確定他半年後一年後 他想要什麼 然後我能不能 他六個月到十二個月後 要的東西 我能不能縮短三分之二的時程就給他 那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我可以出來 爛爛舌的時間 所以 因為老闆要的東西不會變 對 那 這個談法就讓我可以有一個空間 因為對他來說他任務達標了 而且提早達標 那提早達標的情況下 我就跟他說 那你bonus不要發現金給我 你就直接買那些機票跟Conference的那些費用 那第二種就是可以向我去報名這種 各家原廠的Program 像AWS的Hero 或者AWS也有另一個是Builder的Program 還有當年Mozilla有Rapps 然後各家都有各家的Program 那這些Program像我去ReEvent的這一次自費 就真的是老闆買單 那這一次就會是Hero Program 他贊助機票跟住宿 還有門票 那這樣算一算下來就省了四五千美金 那老闆就會覺得你省了這些東西 而且你還有帶東西回來的公司 所以他就會說明年你還要去 因為有的時候就真的 像這一年我就帶回來一個ECS的功能 然後是原本我們團隊要土泡硬科那個東西 硬科所以也有可能花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但因為去了就 我們就不科了 我們就在那邊躺平等他發布 所以去到現場各個攤位都會 各個Session都會有一些隱藏版的資訊 就等著我們去挖掘 請說 好 那我偷偷切換回上一張 反正後面沒一層了 哈哈哈哈 我的基本出發點是 有一個那個大家回去查一個TED 然後空一個Assignment 應該你就會看到一個 GOLDEN CIRCLE 壞號WHAT 那那個壞號WHAT 在過去有一個長輩提醒我之後 就發現豁然開朗 我當年都是圍繞著WHAT在解問題 但後來我就發現 中間那一坨WHAT 就跟颱風一樣 你只要站到那個WHAT裡面 就是雲淡風輕 你看所有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然後外面其實就是颱風啊 掛大風啊 這裡燒啊 那裡燒啊 那裡淹水 但是你進到颱風眼之後 就覺得 那邊本來就會燒 那邊本來就會淹 你就會依照事實去做出一些判斷 然後接下來就還是得回到一個源頭 是我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會先有問題 再解決那個問題 然後我才有辦法分享 所以像那一場的一個Bonus 我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去上課去聽演講 去看各種影片課程 我們都會看到兩類的資訊 第一類叫做How to How to T-O的to 第二類 是我現在比較專注在累積的 How I 我怎麼做 別人怎麼做 一個是很多大大很多老師 講得滔滔不絕 喔 投資就是要買ETF 好 然後現在就是該買了 進場 然後呢 另一邊就是 我怎麼進場的 我在哪裡產培 我為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後來檢視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那一次產培 所以How I 是經驗的分享 經驗跟思路的分享 或者是為什麼這個人 好好的要從台積電 跳到一個傳統產業 他腦袋燒掉了嗎 他腦袋為什麼燒掉了 然後你就一直問那個為什麼 然後問六個為什麼 也許你就知道 他就是腦袋燒掉了 好 那回來 所以我會去找一個 我先假設一個 思路或者工作流程 那這個工作流程出來之後 再去 一定要動手做 所以我就會先去展開 維度 然後試著做看看 可能猜對了 可能猜錯了 猜測的猜跟猜解的猜 那最後你就會遇到這個 小行星袋 就是很多的問題 那最後你解出來 可能有 某種解法 可能黃色的是你的解法 那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產業跟場景 可能會遇到不一樣的解法 那遇到了這些情況下 你可能做了一次兩次 驗證過好像會通 最後你就去跟大家分享 你的那個解法 那我的分享大部分是 是這樣子來的 還有一部分會是 當年不能講 然後過了十年之後 現在早上也可以講 對 然後還是有蠻多不能講的 那我們就 會後再 再講 好 這是 bonus 有解決你的問題嗎 OK OK 好 所以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就來領乾爹的禮物 我們是要去沖那個 閃電獎 來來來 趕快 來包圍 包圍乾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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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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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